不过到底走上街头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们说不要把这军公教人民给污名化 但是还真的有军公教人员 认为自己真的领太多了 所以反而是霸气的力挺年金要改革 那我们就从这个家庭来看看 到底跟一般的劳工落差有多大呢 这是借寿国中一个退休的老师 叫做陈采仁 他有28年的年资 他说自己一家10口人 现在退休之后 一年的收入是一个人有84万 等于说一个人平均一个月 可以领个8万块左右 所以他们一家10口退休10年下来 大概就可以领走8千多万 这跟领很少很少的退休金的劳工比起来 真是天堂跟地狱 所以他也认为说 这个年金改革绝对不是霸凌某一个族群 只是让大家的退休生活更合理化 更有保障 所以他立体年金改革 人家国家有一亿的收入 不工作有一亿的收入 提到家里10位公教人员光领退休金 10年下来居然可以领将近一亿元 退休教师陈采仁说着说着 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像我们家一对夫妇就两五千多万 那如果有五对夫妇 或者讲十个人 那加起来就有上亿 陈采仁以自己交出28年年资计算 月退缝加上18%一年84万元 夫妻俩加上其他兄弟全家有10位公教人员 10年领国家将近1亿元退休金 眼看年金陆续传出破产危机 还有人上街硬要讨公道 他几乎真的要改革 年金改革已经不是说一个黑箱作业 完全是一个社会问题 大家怎么解决的问题 小英这一次会用这么高票当选 大家想委托他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就是不想再留子孙 宁可少领一点 而退休教师萧小林 提出年金不该有职业别 大家应该一视同仁 交多少领多少 拿加拿大为例好了 价钱是从800到1800 800块大概就是一个月 就是台币差不多2万 那个1800的话大概就是4万3 假如钱少你就零少一点 这不是很公平的制度吗 你干嘛去分那个什么职业别 说我是军人 93这一天不少退休公教人员 捍卫尊严与退休年金 但是也有人选择不上街 支持年金改革 宁愿少领一点 让下一代能有多点希望 三地新闻中豪导 好虽然呢有这个公教家庭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退休领太多 但大部分走上街头的这些军公教人员 还是认为自己被污名化 被制度给霸凌 所以呢这笔账是不是应该要算清楚 到底问题出在哪边 为什么大家的落差会这么大呢 好我们仔细来看看 这个以老师来说的话 可以说是军公教当中退休之后 领的比较最多的一个族群 跟一般劳工来比一比好了 一样呢是大概工作40年的资历 当时如果你是当老师的话 那么假设大学教授月薪8万块的话 要自付8000块每个月 那么如果是一般劳工的话 月薪平均35000块 自付额每个月是630块 所以呢两个人都缴了40年 劳工呢总共缴30万2400元 而老师的部分缴了384万 所以呢老师会说 我就是40年缴的比你多10倍 难道不能多领吗 但是这个账不是这样算的 因为呢在领越多年之后 双方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假设呢两个人退休之后 都是领20年的退休金 劳工总共领到的钱是388万 但是呢教师的话 20年却领到了1633万 可以说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不是谁有理 谁没理的问题 而是让年金的改革 更加的合理化 才是重点 军工叫号召上街抗议 要尊严拒绝污名化 但年金制度真的已经到了 非改不可的地步 时代已经转变了 那你不可能有缘的政策 都是跟着过去的错误继续下去 那整个国家会破产 台湾被人希腊化 年金破产危机有多迫切 根据全局部以50年精算数字就知道 要是不改革 军人退辅基金109年就破产 工人员和教职员撑不过120年 不想走到这一步 现行军工教提拨12%费率 和劳工的9%费率 通通都得提高三倍 以大学教授为例 原本月缴8000 变成24000 相当惊人 所以现在问题除了就是说 劳工跟军工教 是产生一个对立之外 年轻的军工教 跟资深的军工教 也产生对立 因为现在这个洞 已经是补不齐了 年金问题造成世代对立 更让劳工跟军工教产生冲突 以月薪35000上班组为例 劳保月缴630元 工作40年退休缴30万 年金平均月领16179元 领20年可以得到388万元 对比公立大学教授 平均月缴8000元 退休后平均月领68000元 20年后可以领1633万 虽然劳工和教师 平均都是领两年后就回本 但两年之后教师们 脚的多领的更多 而且活越久领越多 完全不符合比例 解决年金问题迫在眉睫 但改革会议开了十几次 各方除了角力共识不多 但数字会说话 既得利益者坚持不放手 只会让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三连群游家伟 谢梦哲台北报道